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日前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导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对立更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Penjamin Netlou在处理国际事务的同时被爆出贪污丑闻,引发国内万人大规模示威,要他辞职下台还必须入狱。 综合外媒报道,纳坦雅胡遭指控收受富商赠送的名贵礼物,并被揭露于当地某间纸媒老板有台面下的交易,换取对自己有利的新闻,操弄新闻自由,贪污丑闻爆发后,特拉维夫在当地时间周六,群聚上万人涌上街头,高举标语并呼喊口号, 施威游行一路延伸至耶路撒冷击内坦雅,Netania等地区。 施威发起人伊尼弗,Elded Yeniv和纳坦尼,Ninof Dolly指出,政府有关部门就纳坦雅胡涉滩的调查进度缓慢,令民众感到愤怒。 他们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我们要诚实的新领袖,可谓我们彰显公益,而不是与商家勾结的贪官。